感谢主 今天早晨有这个机会 来为我姊妹做见证 非常的喜乐 我们非常感谢壮年班 这一年来对我们的成全 我跟我姊妹 结婚已经迈入第43个年头 我觉得她今天最美丽 我的姊妹教中文超过40年 其中有一点为止不太了解的就是 她的字不怎么样 不过呢 借着赵年班的训练 我发现她的生严稿 她写的字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她写的字真是比我还美 这个表示 她这一年 为了这个训练 是非常非常的认真 非常非常的用功 她回到家里 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那里预备功课 在那里祷告 在那里亲近主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 她的美 一个是来自于基督 我们基督越多 我们就越美丽 我们天天 向着她敞开 像镜子一样 向她敞开 她的容美 就一点一滴的传输到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觉得 我姊妹的美丽 来自于基督 因为她基督的成分 加多了 第二个她的美丽 来自于身体 就如保罗在灵前 十二章二十三节说 身上肢体 我们以为比较不体面的 就给她加上 更丰盈的体面 我们不俊美的肢体 就得着更丰盈的俊美 我晓得我姊妹 因为她身体的平衡感 非常的脆弱 在照年班里面 她享受了 从身体来的俊美 她是最不俊美的 但是弟兄和姊妹们 特别姊妹们 在她身边的关心和照顾 使她穿上了 更丰盈的俊美 所以我的姊妹 原来在高雄 就有许多的服饰 她以为她是最爱主的 但是来到这里 看到比她爱主的 比比皆是啊 花代价比她更大的 比比皆是 所以基督灯的训练 她实在是经历了 基督身体的时机 这次高雄 有22位弟兄姊妹毕业 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 感谢赞美族 我刚才看到 他们的见证 跟谭弟兄说啊 哎呦 他们换了一个人啊 在高雄从来没有这样讲话过啊 真是在专年班 一年 不只是抵上十年啊 你在高雄的子弟来这里训练 一年超过二十年啊 所以今天早晨 我们在座从高雄来的 有超过一百五十位 来为我们这22位的弟兄姊妹 来与他们一同恭贺和祝福 我们为这22位弟兄姊妹回到高雄 我们明年开始 周中的中壮年 要分成两个大组 给他们有更多进攻用的机会 求主祝福他们 也祝福所有毕业的学人 能够成为众召会的祝福 成为身体的祝福 谢谢壮年班 谢谢壮年班服侍的团队 主纪念你们的劳苦 祝福你们的劳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房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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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